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对个暗号 回答对了就能重生了 即便我不变 符号看向线 不错啊 恭喜你答对了 你的重生年代是1983年 记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另外记得遵守你生规则 别让别人知道你是重生的 1983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是中央伟大的创举 在今年起 高考时间调整为7月15日到17日 请广大考生做好准备 积极应考 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家网 这是我以前的家 我真的重生回到1983年 今年刚好是我高考的那一年 没想到我一个小人物也能重生 老大 赶紧起来 从中午睡到五点了 起来出去走走 别闷在家里 这是我妈的声音 听到老娘的声音 前世的种种涌上心头 李茂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重生之前 老娘已经瘫痪在床 还患上了严重的老年世代 我竟然能再听到老娘的声音 这是多大的福分 大哥 你怎么哭了 这是李茂最小的妹妹李萍 父亲李丰年一共生了二男二女 李茂是老大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哥哥没哭 哥哥是没睡醒 还犯困呢 娘让你出去走走 好 我真的出去 爹 娘 看着健健康康还如此年轻的双亲 李茂的心头五味杂沉 前世爹爹李丰年在98年因肺癌离开了他 而老娘杨秀兰又瘫痪在床 虽是老大 但爹娘对他很好 如今他又感觉到了父母的关心和那久违的依靠 老大 既然已经过了高考预选 你就安安心心地参加高考 家里的事情你少操心 是啊 家里的是你别操心 安安心心地讨个状元出来才好 1983年的高考依然实行高考预选制度 需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预选考试 只有在学校成绩前五十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高考 剩下的只能拿着高中毕业证为家 并谋出路 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还不如中专生 起码中专生能分配工作 吃伤品量 爹 娘 我知道 你们就放心吧 我肯定能考上 你能考上才快 你们年纪高考预选的五十个人 你才第四十八名 别人能不能考上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能考上 上一世我考上师范专科 教了半辈子的书 专门带高三毕业班 主要讲解历年的高考真题 讲了几十年高考真题 还能落榜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83年的考试题目 哥哥最厉害了 一定能考上 大哥 安提老师说 今年参加高考的有一百多人呢 李虎你放心 你哥肯定能考得上 将来你们三个也一定能考得上大学 只要你们能上得了高中 大学的事情哥哥包了 大哥 你别吹牛不打草稿 俺后年高考 看看你能不能给俺弄个大学上 如果不行 俺去读个中专 也能去吃商品粮呢 上大学才是正经 中专生别看能吃黄粮 但肯定比大学生差远了 别想中专的事情 吃饭吧 李茂看着饭桌上的饭 玉米粥 窝窝头 配着咸菜疙瘩 再看看自家破旧的房屋 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要想改变李家人的生活 真重到远啊 其实李家现在的生活已经算好的了 要知道还是生产队的年代的时候 每一年李家都道歉生产队的粮食 直到1980年 这里才开始包产到户 李家才有了吃饱饭的日子 明天就回学校吧 抓紧回去复习 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好 李家劳动力短缺 村庄靠近海边 种点粮食打点鱼 得来的钱要给学生交学费 只能在嘴上节省一点 即便家里条件再苦 李茂每次回学校 带的都是白面粉 村里有人劝过李锋年夫妻 别让李茂继续上学了 考不上也是白搭 但李锋年夫妻一直在坚持 即便是生产队的年代 也没让李茂回家正宫哼 半夜 李茂睡不着 不是他不想睡 而是实在饿得睡不着 掺着野菜的窝窝头 真的吃不下 也不抗饿 想要改变现状 只能利用重生知道的信息差了 可干点啥好呢 80年代中期 小商户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但都处在小本经营阶段 连强保证的温饱 想发家致富 那是不可能的 这年头只有倒买倒卖能赚钱 对了 我记得90年代时 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一个同学曾经说过 8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父亲曾经利用信息不对称之际 从村里收购小咸鱼 往内陆城市卖 赚了不少钱 咱这沿海地区啥都缺 就是不缺海货 尤其是小咸鱼 根本不值钱 供销社也看不上 都是渔民打上来好 淹了自己吃 省城市内陆城市 咸鱼的价格肯定比沿海地区要高 如果我操作一把 应该能赚到钱 想到这里的礼貌立马起身去了厨房 找出自家的咸鱼 一点凉 至少有50斤重 一家有50斤 全村百十户人家有多少咸鱼 这些都是钱啊 难道我要咸鱼翻身了 老大 你干啥呢 爹 我饿了 早点吃的呢 美梦破免 我要是赶在高考前出门 天能打到我的腿 这孩子不好好吃饭 半夜三更得又找吃的 帮给你拿个窝窝头 赶紧吃了睡觉 娘 这小咸鱼挺好吃 要是有人来买咱家的小咸鱼 少了一毛钱一斤不卖 还一毛钱一斤 就是五分钱 版都卖 这玩意不值钱 咱村谁家没有 谁稀哈啊 赶紧睡觉吧 现在国营菜店的猪肉价格大概是八毛钱左右了 如果有肉票还能更低一点 咸鱼的价格即便低一点 五毛钱没问题吧 何况这还是干货 肯定比先货受老百姓欢迎 至少实费的利润啊 李茂越想越兴奋 这咸鱼生意他一定要 这可是他重生归来赚第一桶金的最好方法 第二天 李茂约着同村的李惠国一起回县城中学 前世两人一直没断了人心 逢年过节都会坐在一起喝个酒 算是最好的兄弟 上一世惠国没考上大学 虽然他后面有点小钱 但一直后悔没有多读点书 这一世我要帮帮他 先进阶性地把高考题目告诉他 惠国 闲着也是闲着 咱俩互相出个作文题目吧 在学校你还没学够啊 我是够够的 不来 来嘛 闲着也是闲着 我先给你出个题 我记得咱们这张挖井的时候 挖了两次才挖到水吧 你说第一个经验 如果继续挖下去会不会出水 说不准就差一两米就挖到水了 就这样 李茂和李惠国说了一路 但全程却没出任何一个明确的题目 三小时后 两人才走到学校 到了教室后 班里只有寥寥几人 经过采烈的预选大战 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被刷了下来 剩下的人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李茂 我怎么感觉你变了个样呢 杨小翠 你啥意思 难道你的意思我变帅了 诶 少臭美 杨小翠 斑花 前时考上了魔度的一所名校 可李茂并没有联系 杨小翠 你是城里人 能帮我打听一下城里能租一个货车吗 我想去趟省城 嗯 去省城干嘛 来回八百里路呢 俺家有亲戚在省城 俺爹让俺给亲戚送点东西 得了吧 你爹能让你去省城 我又不是小孩子 真的 骗你是小狗 不认识 别找我 好 小翠 你帮我打听打听 就一辆车 就这一次 李茂一边拖着一边摇着杨小翠的胳膊 这个动作在现在这个社会 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 可在八三年严打时期 可是大问题 严重的话 可是要进去的 李茂 你放开 你要死啊 被别人看到了 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咱俩呢 谁敢编排 弄他 既然要卖小咸鱼挣钱 肯定需要收获运货和卖货 为啥要找杨小翠 因为杨小翠的爹是现成功销售的一把手 不然还真找不到货车 就这一次哈 哦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什么玩意 虽然车的事情解决了 但货源问题还没解决 即便是收购一吨小咸鱼 也要一百块钱 再加上车费和来回的吃喝费 至少需要准备一百五十块 在这个年代 一百五十块相当于一个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 投入这么多 风险无疑是巨大的 不行 必须赌一把 必须趁着上大学前咱勾一笔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 才能安心去上大学 可本钱从哪里来呢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都答应你了 你还要干啥 小翠啊 你看我家这么熟 去省城亲戚家怎么也不能空着手 你有钱吗 借我点 我过几天就还给你 哼 没有 以你的实力和条件 肯定有小金库 借点吧 没有 我只要一百块 你疯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六十块 土豪啊 我全家都拿不出十块钱 你一个高中生竟然有六十块 小翠 借我六十块 五天后还给你七十块 李茂 你到底要干啥啊 我这些钱是好不容易攒起来的 可不能给你糟蹋了 我真有用 不是乱花钱 在李茂的软磨硬泡下 杨小翠最终答应了借钱 不过不是六十 还是五十八 想我堂堂一个重生者 为了五十八块钱低三加四 说出去都让人笑 不过赚钱了 不可产 这是线上供销社的货车司机 周五准备去省城拉物资 你直接去车队找他就行 就说你是杨主任的外甥 已经安排好了 还有呢 唉 你可一定要还我啊 这是我十几年的压岁钱 姐姐放心吧 下周就还给你 谁是你姐姐 不要脸 拿到钱的李茂立马请了假 他还偷偷拿了杨小翠的自行车钥匙 先到供销社联系好了司机 确定好出发的时间后 骑上自行车回了村 他不敢回家 不然李芳年绝对等到他的 他直接去了村支书李芳钱家 按辈分他要喊李芳钱一句大爷 他还是自己好兄弟李慧国的爹 大爷 嗯 你这孩子不好好上学 回来干啥 大爷 我一个同学的父亲 想买点咱这的小咸鱼送人 托我回来买点 人家给钱 你家没有小咸鱼 非得来我家 人家要的有点多 再说了 我也不能让我爹知道我回村了 你小子 无礼不起早 好得这么欢事 人家给你好处了 还是大爷了解我 人家给了我两块钱的跑腿费 以前你也是挺乖的孩子 我好好读书 为了两块钱 就敢耽误一天的学习 想挨打是不是 大爷 就这一次 真的就这一次 人家要两千斤 一斤五分钱 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才想到咱们村的 多少 两千斤 真是一斤五分钱 那不得一百块 没错 人家还付了三十块定金在我这 这还能有假吗 好 我帮他收 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 人家说如果能多收点就多收点 要是能收到四千斤更好 但定金只有这么多 等十天后 人家亲自来咱村结账 还有还要把小咸鱼送到县城边上 人家派车来了 有车来了 能指挥动车的人 不可能是骗子 即便是骗子 有三十块钱拿笔也不挥 这买卖可以做 行 就这么定了 你回去吧 李茂骑这车往回赶 没走多久 就听到大喇叭里在喊 圣元同志们 圣元同志们 经过村委会的努力 县里有人要收购 咱们村的小咸鱼 已经四分五厘 谁家有小咸鱼干 抓紧送到村委会 我去大爷永远是大爷 一转眼他就赚了五厘钱 高 实在是高 重生回到八十年代 倒卖小咸鱼一次赚了三千多 还带着前世的记忆参加了高考 好你个李茂 居然偷我的自行车钥匙 大胆 我错了 下次还敢 小翠 我给你出个作文题吧 作文 李茂再次把挖紧的作文题 告诉了杨小翠 让杨小翠做一篇作文出来 他帮了李茂这么多 李茂自然不能亏待了他 几天后 终于到了小咸鱼交货的日子 小帽子 一共收了四千五百斤 咱们村的骨狗 活又去隔壁村里收了点 够了够了 开始装车吧 王师傅 辛苦你了 李茂早就买好了一盒烟 他偷偷塞给了四季王帮 客气了 杨主任吩咐过的 咱一定照办 货装好后 李茂和四季王帮不发去了省城 李茂 你这是打算进城卖咸鱼吗 是啊 四千五百斤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 你咋不送去供销社呢 供销社不会收我的货吧 我可没你们供销社系统的介绍信 只有村里的介绍信 现在供销社也收集体单位的货物 并不是说非得国营的才行 哦 还有这是 全国供销合作社在去年 改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 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供销社的采购渠道正在慢慢改变 但所有的供销社都没有公布这一消息 所以普通百姓并不知道供销体系的变化 因为供销社还想多吃几年 这种垄断市场的红利 原来是这样 那王大哥 你说他们要不要这些咸鱼 要的 他们收多少钱一斤 五毛二 李茂听到这个价格顿时心跳加速 价格居然比他预计的还要高二分钱 为啥以前不知道供销社收咸鱼呢 以前也没人来卖啊 供销社就是极牛又佛系 没人来卖 他们也不会自己去收货 因为他们的好货太多 并不缺 加上这个年代的人比较古实 又有规定 所以很少有做生意的想法 这样吧 我带你去供销社 我刚好认识他们的李经理 哦 那太好了 李茂现在的身份 是冒充县城供销社养主任的外甥 加上他挺会做事 司机王邦就想着帮他一把 王师傅 咋有空来我们这的 我们主任家的外甥 帮着村里卖点干货小咸鱼 我就顺道送过来了 小咸鱼 好久没来这种好东西 今天价格好 五毛五一斤 李茂 这是你的本家李文宁 专门管干货的 以后你们多亲近亲近 李叔 以后麻烦你了 好说好说 借一步说话 王邦和李文明 在旁边开始了窃窃私语 不一会就又走了过来 我记错今天的价格了 好像是五毛八一斤 按照未定 应该是货卖完后才结账 但这几天 小咸鱼一直缺货 就提前跟你结账吧 活了几十年的李茂 立刻明白了啥意思 李叔的情意 我和我舅舅记住了 小咸鱼交接完后 李茂从供销社财务领了钱 一共三千二百一十块钱 他的手都在抖 在这个每月人均工资 不超过一百块的八十年 这笔钱可以说是巨款吗 王大哥 你刚才跟李文明说的啥 为啥他突然加了价格 还结了现钱 我说你小子懂规矩 王大哥 俺们村这些咸鱼 收购的价格是一斤三毛钱 本来打算卖四毛钱一斤的 没想到能卖到五毛八 多出来的咱俩评分吧 反正村里也不知道卖价 这钱不能咱俩分 要加上李经理 咱们三人分 你舅舅那边怎么说 我舅舅那不用管 你也别和他说实话 这些钱是咱们三个人的 嗯 李茂还是留了一手 他没有说出真实的收购价格 自己能多赚点肯定是最好的 打点钱出来 纷纷还能稳住关系 最终三人每人分了五百块 回去的第一时间 他就回到了村里 和村支书里封钱结了账 大爷 这次的钱我给带过来了 而且对方很喜欢咱们的咸鱼干 并且还说有其他海货也行 照着六千斤左右收购 价格怎么算 县里的海米和虾皮多少钱一斤 海米是一斤一块一 虾皮是一斤九毛八 就照这个价格收 但不能收多了 海米只收五十斤 虾皮也是五十斤 剩下的还是要小钱鱼 和李丰钱交代完后 李茂赶紧回了家 现在他身上还有不少钱 这些钱肯定不能存信用社 不然公安指定上门 也不能随便放在家里 不然被父母发现肯定吓得半死 老大咋回家了 娘 我们老师说我通过了预选考试 李丰年表面上很淡定 但嘴角的弧度已经出卖了他 李茂现在不敢拿出太多钱 不然父母肯定怀疑 娘 你赶紧做饭 我吃了后要赶紧回学校 李茂回到房间后 在床下面挖个坑 把钱埋了进去 他在身上留了二百块 还了杨小翠的钱后 也够他生活很久 吃过饭后 他赶回学校 又听到村里的大喇叭 开始吆喝了起来 收小钱鱼 海米 虾皮 小钱鱼还是一斤四零五 想换钱的赶紧送来村委会 大爷又在赚差价了 转眼就到了7月15 高考开始了 李茂刚考完 李会国就急忙来找李茂 老大 你是不是知道考试题目 胡说八道什么 我要是知道题目 我干嘛要告诉你 我是根据前两年的试题 自己预测的 没想到这么准 要是后面几颗 也如此精准就好了 后面的几颗除了英语 都应该非常精准 但李茂不能承认 想得美 要是都精准了 我回家就去上坟 除了祖宗保佑 没有别的可能性 咱俩一个祖宗 要保佑 也是保佑咱俩 李茂 你怎么能预测出作文题 好像那些文言文汉诗词 也都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 杨小翠可比李会国细心得多 虽然李茂给杨小翠说的题目不多 但杨小翠 依然从李茂不同寻常的背诵内容 发现了不正常 杨小翠 你啥意思 你是说我偷了高考试卷 就你 还偷试题 你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是好奇 为啥考试题里 有这么多你复习过的内容呢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 臭不要脸 不过还是谢谢你 受了你的影响 我这次应该考得很好 高考终于结束了 李茂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不出意外前五应该是我们了 李会国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兄弟 这次哥哥要好好感谢感谢你 我感觉我能考上大学 李茂 我爸想见见你 你爸爸见我干什么 我把你猜周试题的事情 和我爸爸说了 我爸爸想当面感谢你一下 胡乱猜的 有啥值得感谢的 我还要感谢你呢 要不是你 我也找不到大卡车 咱俩扯平了 你真不出我家 填报志愿的时候 我会亲离你家 好玩是 李茂的咸鱼大爷 又要如火如荼的开始 赚钱的事情不能停 回到村他第一时间 就去了支书里封钱家 大爷 咸鱼收购的咋样了 方圆十里的都被收购光了 却吃天只收到了不到两千斤 再过半个月才会多起来 听说小杂鱼能卖钱 大家卯足了进出还打鱼呢 以前夏天咱都不打去打鱼 打上来县里供销社 也收购不了多少 有没法保鲜 只能晒鱼干 如今你给咱全村 找了一条好财路 自打李茂收购小咸鱼开始 村里基本上每家 都拿到了几块钱的卖鱼钱 虽然发不了财 但是给家里添点东西 改善点生活水平 还是可以的 大爷 你可千万不要说 是我自己收购哈 只说是县里的供销社要的 我知道轻重 放心 李峰钱早就看出这咸鱼生意 就是李茂自己在做的 但他不会说出来 毕竟他也从咸鱼里抽成 一斤五粒钱 这一个月 起码收购了上万斤 至少赚了五十块钱 和县城里的工人都有的一笔 爹 娘 你们干啥呢 现在村里正在收购小咸鱼 你爹今天刚打回来一点 今天收成不好 打鱼的人太多了 只打到了这些 晒干了 起码有二十斤 将近两块钱呢 一天两块钱 比县里的工人工资都高了 知足吧 看来这咸鱼生意 不能再藏着野者了 不然爹娘还要辛苦去打鱼 得不偿失 爹 娘 我有事想和你们说一下 啥事 这次高考 我对了一下答案 感觉考得非常好 一个大学是跑不掉的 甚至燕京的大学都有可能 哦 老大 真的 嗯 考完后我就对了答案 应该没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看着李茂 忽然拿出这么多钱 李父李母直接惊呆了 这辈子 他们还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大 你干啥了 怎么有这么多钱 老大 你是不是做犯法的事情了 没有 李茂 把卖小咸鱼的事 和李父李母说了一遍 李风钱怎么能这么干 都是亲戚 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怎么能从老大手里抽钱呢 我找他去 一惊一乍的 听老大说 娘 如果没有村支书的参与 介绍信我都开不出来 这钱该这支书赚 别心疼 他赚了50 你儿子赚1000呢 说的也是 如今全城的销路已经饱和 这几天我想去京城 政府这些地方 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销路 老大 你可从来没出过远门 能不能行 放心吧娘 反正都是坐火车 没问题 等我填完了志愿 我就去京城 这些钱您先收好 等将来给你娶媳妇用 千万不要存钱 咱家的房子太旧 等我上大学了 你们用这钱把房子整修一下 万一我从大学给你领个媳妇回来 人家看见咱破破烂烂的家 还不扭不就走啊 有道理 还是媳妇重要 你拉上你风钱大爷 是不是想让他替你扛事情 没错 是有这个想法 毕竟现在开放的还不彻底 但是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后面我准备 把全城的供销社交给村里经营 我还是去京城扩扩销路 这样一来就没问题 几天后 李猫又回到了学校 今天是填报志愿的日子 你打算报哪所学校 我不知道 本来和我爸爸妈妈商量的是 如果估分高 就报摩都海淡大学 但现在估的分数太高 我不知道报哪所了 报摩都海淡大学 有点亏 我打算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 我也建议你去燕京上大学 在首都各方面条件 比其他地方都好 今天你爸爸在家吗 我想去拜访一下 你还真去我家啊 不是你上次说要我去的吗 怎么现在又不肯了 一会儿你和我一起回去吧 我爸爸今天没上班 小翠 这是谁啊 叔叔你好 我是杨小翠的同学李猫 你就是李猫啊 我听小翠说了 要不是你给小翠露题 瞎我这张嘴 要不是你帮助小翠 小翠也不会考得这么好 一直想找个机会 感谢感谢你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今天打扰叔叔了 自家人客气什么 你大概考多少分 报到哪个学校啊 我大概660分 报的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系 好 经济全好 咱们动乱年代结束了 将来经济建设肯定会很重要 叔叔说的是 以后肯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我就提前学习 好为祖国建设天专家吧 我们打算让小翠 报清华大学建筑系 能在房地产事业 还是空白之时 选择读建筑系 看来杨家有高人指点 这次来拜访叔叔 是有一事相求 嗯 上次叔叔把我们村里 运了些小咸鱼到全城 村里赚了不少 我大爷想让我问问 能不能租用一下 供销社的货车 想把小咸鱼 送到燕京的供销社看看 能不能再打开个销路 礼貌 本来叔叔不能拒绝你 但工价的事情不能这么办 租车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们的运输量不大 叔叔可以坐主 搬排一辆车帮你们运几汤 再多叔叔就为难了 太感谢叔叔了 我们主要是去试试销路 燕京那边你联系好了吗 没有呢 我们先运过去再说 罢不了自己摆摊销售 自己销售耗时太长 还是要进供销社系统才行 这样你等我一会儿 我帮你联系一下 杨可海说完就去打电话了 片刻后他就回来了 李茂联系好了 你说巧不巧 燕京供销社正在眼红 全城的小咸鱼呢 一天我们能提供小咸鱼 燕京那边立刻同意 让你抓紧送一车 过去试试销路 真的吗 那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杨叔叔 没讲到消息传得这么快 这么说的话 全城的销路 必须抓紧交给村里 否则赚差价的事情会漏线 输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必须赶紧回村里处理一下 尽快送货去燕京 这次我需要两辆车 一辆去全城 一辆去燕京 行 你还是找王邦 我让王邦安排 从杨小翠家离开后 李茂又连忙来到了李峰钱家 大爷 小咸鱼事情有变 高伙带着前世的技艺参加高考 居然高中了状元 兵分两路 对 原先全城供销社的那条县村里做 我做燕京那条县 行 就这么办 我立刻去收小咸鱼 大爷 越多越好 全城五千斤 燕京一万斤 全城的钱收回来后 你一定要上到村里的账上 我知道轻重 第二天李茂和王邦 拉了一车咸鱼去了燕京 李峰钱拉了一车去全城 到了燕京后 没想到当地的供销 设给出了美金六毛钱的价格 着实让李茂意外不已 这次拉了一万多斤过来 到手六千多块 王大哥 咱们在京城住一板 还是连夜回去 连夜回去 休息两天再往京城送一趟 按照以前的分配方式 这次王邦能拿到一千块钱 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 王邦尝到甜头了 他舍不得浪费时间 行 王哥 这个事情咱们做不长久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为啥做不长久 顶多再过一个月 全国都会知道小咸鱼的事情 到时候咱们怎么和公价抢 也不敢和公价抢啊 还是大学生的脑子好使 我明白了 跟着你这几趟 已经赚了我好几年的工资 知足了 现在能赚一点是一点吧 此后一个月 李茂和王邦开启了疯狂模式 每八天跑一个来回 就这样李茂的床底下 慢慢堆满了钞票 钱有点多啊 还不能存信用社 有钱人的烦恼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 社员同志请注意 社员同志请注意 现在播放一个心讯 现在播放一个心讯 我村社员李丰年家的老大 李茂同学 以681分的总成绩 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 李茂同学 以681分的总成绩 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 用力过猛了呀 怎么还整个状元 此时李傅里母 听到大喇叭里的消息后 都激动不已 咱老李家也有大学生了 没想到咱们一个小渔村 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 李茂被燕镜大学录取 回国也被这周大学录取了 咱李家必须大办一把 多少年没有喜事 也该咱们这一支风光风光了 会不会太招摇了 你懂个求 咱们这一支上推五辈子 都没有如此风光的事情 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 选个好日子 咱们大办一把 硬气一回 三天后 李家在村里办了三十桌酒席 整个村的人都赶快道谢 李茂 我们不请自来 见笑了 杨叔 您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咱家小翠以全省第三的身份 被京华大学录取了 哦 恭喜你 也恭喜你赵元郎 对了 去燕京报名的时候 咱们一起走 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 也有你的一张 太感谢杨叔了 大爷 从今天起小咸鱼的生意 我就不做了 全部交给村里了 我要好好去上大学了 村干部都知道 你帮着卖咸鱼的事情了 如果不是你 咱们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 你脑子豪实 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咱们村有钱了 能干些什么 一下子好几千块钱 放在村里 也不是个事 我这心里天天不踏实 又不敢存银行 而且万一让镇上知道了 肯定给咱截留了 大爷 咱们先说小咸鱼的货源问题 如今方圆市里的渔村 都在给咱供应小咸鱼 大家最好联系一下各村委 以后的咸鱼只供应咱们村 别让其他村学咱 咱们才能继续吃下去 是这个里 已经有外村的人 开始打听咱们销路的问题了 可以适当提高一下收购的价格 我感觉一毛五问题不大 不能光咱村委会拿大头 村民得不到多大的实惠 如果一斤一毛五 每户每月晒出两百斤咸鱼 也能增收三十块钱 可以 咱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然后是防止现工销社插手 一旦现工销社插手了 咱们一个小小的村庄扛不住 大爷你要往县里多跑跑 找领导说说这事 没问题 还有就是销售的问题 全城 燕京已经拿下 剩下的内陆很多大城市 你们都可以出去跑跑 说不准会有新的销路 最后是运输 以后再用现工销社的车 可能不太方便 我觉得村里可以买辆车 以后咱们自己送货 买车那要多少钱 不用买新车 买个别人淘汰的就行 部队长或者矿场处理的卡车 应该很便宜就能拿下来 具体的需要你们去打听 再就是联系方式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装电话 以后谁想要或直接打电话 咱们送过去多方便 无愧是大学生 点子就是正 行 就按你说的办 离去大学报名的时间 还有二十多天 李茂现在的全部家当 有几万块钱 每天整着钱睡觉的他很爽 但这么多钱带走不太现实 总不能用麻袋装吧 只有一个办法 花出去一部分 爷 娘 我想盖房子 想盖砖瓦房 砖瓦房 你拿回来的一千块钱 已经花了两百多 还要给你带点上大学 用砖头盖房子肯定不够 咱们按照四千块钱盖房子 多 多少 你钱多了还是咋地 四千块钱 把老子卖了都凑不够四千块 爹 别舍不得钱 咱家有钱 老大 你的小咸鱼生意不是交给村里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燕京那边赚了一大笔钱 全用来盖房子 他爹真盖四千块钱的房子啊 没得你 盖村委会啊 还要留点钱给老大娶媳妇呢 就听我的 就盖四千块的房子 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 现在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土屁房 一下拿出这么多钱盖房子 李父李母舍不得很正常 李茂家之前在村里是比较穷的了 谁能想到仅仅各把月的时间 已经成为全村首富了 老大 真不让你爹送你 娘 我跟杨克海叔叔一起走 王八会送我 你放心吧 儿行千里母担忧 等到了京城 给娘拍个电报回来 我在你裤子里面缝了一百块钱 到了学校 就简开拿出来 行 爹 娘 我走了 我走后 你们别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房子要盖起来 说不准年底我给你们领的媳妇回来 这次出新李茂就带了一个包 别小看这个包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包里装了上万块钱 李茂去京城发展的启动资金 都在这里面了 李茂 燕大和京华离得很近 周末你替我看看小翠 他没出过远门 一个人到那边 我还挺不放心的 没问题 叔叔 你俩都好好努力 好好学习 将来肯定能分配个好工作 说不准能留在燕京这样的大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